精干精神有比喻 法上应时 狐狂非法 这个法就是佛法了 到你信心清净的时候 这个金就可以捨起了 一心专念 决定得生 这个法门都殊胜 多难得了 的确是 简单 容易 稳当 快速 哪有那么麻烦 这些殊胜的地方 就是一切祝福称赞阿弥陀佛为佛中之王的道理 佛佛道同 佛佛都平等的 为什么称阿弥陀佛佛中之王 阿弥陀佛借引众生的方法 太巧妙了 若有众生 明信佛之乃至圣之 假设有众生 明了 身心不疑 佛之乃至圣之 就是前面讲的佛的武动智慧 身心不疑 为什么我们对佛的智慧 怀疑 会产生这样大的阻力 这里头有一个道理 我们要知道 这五种智慧 就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 你不相信佛的这个智慧 就是不相信自信当中有这个智慧 所以 这个当然力量太大了 圣佛我儿啊 凡身也如啊 真正的道理在此地 所以佛讲得很清楚 佛不是佛愿意要这样做法的 也不是佛有意思这样做法 自自然然成了一种障碍 所以偶一大师在药节里面 跟我们讲信面信 他把信说出六种 第一个就是信字 第二信他 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 念佛成佛 要有决定的自信性 我念佛能成佛 我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释迦牟尼佛 是相信他们提供我们这些方法 决定帮助我成佛 这是信他 是自是主啊 他是帮助啊 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 佛帮不上吗 你自己有一分信心 佛帮一分吗 你有十分信心 帮十分吗 这个人呢 他有九分信心 缺一分 所以佛也只能帮九分吗 那一分呢 还让他自己爱 是这么个道理 断除疑惑啊 前面是明信佛之乃至甚至啊 这是就是相信自己 断除疑惑 这相信佛力 相信佛的智慧 信及善根 做助功德 智行回乡 要相信自己的善根 特别是佛在本经里面跟我们所说的 我们对于尽忠 对于阿弥陀佛 对于无量寿经 深信不疑 那就是经上所讲的 无量借来 以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这个善根 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善根 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 接触到这无上法门 第一个法门 你不可能不怀疑 做一个真正不怀疑的 确实善根成熟了 做助功德 这个时候做功德 绝对不要人劝勉 不要人鼓励 决定是自动自发 拦都拦不住啊 做什么功德呢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在修善当中 决定是全行全力 把这个法门 介绍给一切大众 做这个功德 自行回向 只想自行是真心的 没有一点是假的 真心的 一丝毫的微信 都庄严佛信徒 怎样专业法 大家要想 净虚空变法界 都是佛信徒啊 我们劝一个人 改过 想山 这就是专业佛信徒啊 我们劝一个人 常在念佛 这就是庄严佛信徒啊 这个社会上 多一个好人 多一个不作物的人 多一个念佛人 念佛是最善的人 庄严这个社会 庄严这个国家 庄严这个世界 庄严佛信徒啊 一个人回头 一个人断过想山 会影响一家 一家人受感动 一家人行山 会影响他的亲戚朋友 他的灵力相当 那就影响社会 这也就是佛在前面 教给我们 要把佛教育 推广 佛所行处啊 是让我们推广佛头的教育 让一切众生 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 至今回乡 戒于七宝化中 自然化身 佳福而足 虚与之情 身相光明智慧功德 如诸菩萨居足成就 这是讲九评 没有疑惑 没有疑惑 相信自己善根 做足功德 至心回向 这样去往生 九评往生 统统都是莲花化身 在经文上 清清素素 明明白白 都是莲花化身 虚与之情 虚与之情 是讲那个速度之快 我们唱一唱 一唱那 一念之间 就是这个意思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身相 他的光明智慧功德 就跟那些大菩萨 没有疑惑 因为 弥陀世尊 他红月里面说 生到西方净土 都做 阿维悦志菩萨 阿维悦志是 去地以上 生到那个地方 都是去地上菩萨 这个是什么 佛 愿力加持的 或是自分 经常讲的 菩萨声闻天人 那是讲我们自己的功夫 有差别 佛利益加持 是一样的 一决定分不出来 没有差别 我们这个地方 说老实话 因为我们有分别 有执着 有妄想 世尊随着我们的分别妄想 有菩萨 有声闻 有天人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为什么会没有这个念头呢 平等法界 平等世界 决定 没有这个念头 所以那边的人 他这个观念跟我们不相同啊 我们都落在意识里头啊 心意识做主啊 人家那边不用心意识啊 完全是跟如来古地上四肢菩提相应 不用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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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这些聪明 当作智慧 那个我们叫 是知便聪明 他不是智慧 这是智慧 智慧是什么 所以那些老太婆 不认识字 智慧 经也没听过 问他什么都不会不懂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真智慧啊 大智慧啊 而且我们这讲经说法的 好像是 世出世间发现的 没智慧啊 为什么 不相信 不肯老师念佛了 所以智慧跟聪明不一样 那才叫真正智慧 智慧圣果 其太生者 五百岁中不见三毛 不知菩萨法师 这个法师叫修学 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 菩萨的修学 菩萨日常生活 怎么样修学 不得修学功德 无因奉死 无量受佛 因为他不见佛 不闻法 也见不到这些海会大众 只是在那个莲花里面去想乐 想这个清净之乐 当知此人 叙事之时 无有智慧 以护所致 把他的原因 为我们说出来 是 他过去没有到西方基督世界 以前 如果说我们的人道 我们有这个疑惑 或者是疑佛 或者是疑自己 怀疑自己 都造成这样的疑惑 那么下面呢 继续来解释 这一段 还没有说晚的 一些意思 必须要加以解释 这五百岁 到底是不是一定要需要五百岁 这五百岁到底是我们世界五百岁 还是西方极乐世界五百岁呢 这都是一些疑问 和静见佛 或者说迷惑 就是那个疑 疑要断静了 他就见佛了 就功法了 还会大众啊 他都见到了 变入转论圣王 我们看这个经文呢 他正好是借在前面 有切保余 王子得罪 禁闭其中 陈楼其跌 保障金庄 蓝窗踏座 妙诗其真 因诗衣服如转龙王 而一惊锁细其念足 祝孝王子 凌落慈福 这个生活 他快不快落呢 用这个比喻 比喻那些 生在 这个 边地的 这一类的 往生的人 前面讲的两种往生的人 用这个比喻来比喻 万伦圣王 现在我们的世界没有 佛经上说过 人寿 两万岁的时候 万伦圣王 出现的世界 人的寿命长 佛报大了 人心的 唇善 很少做窝 寿命就长了 这个这个 地球 符合 佛在经上 常常讲的 我们人的佛报 我 智慧 寿命 都是有因果的 寿命 为什么长 寿命为什么会短 长短 是果 前面有因 这个杀害 众生啊 吃众生肉啊 寿命 不应该很长啊 大家也想到 大家也想到 这个不识 长寿之因 所以佛说 财不识 这是因 这个财富是果报 法不识 是因 今天大家印金不识 这是法不识啊 古报是聪明智慧啊 无意不识是因 这些果报是健康 长寿 那么由此可知 人寿两万岁 人心底一定非常慈悲 对不对 一切动物都会爱护 不但对动物爱护 对植物都爱护 他有这个爱心呢 他得到这个受孕 有差 所以说 什么样的因 得什么样的果 赤出世间 总不外因果的定律 有些人发财了 你看我很能干 好多好多钱啊 我们听了 你能干个什么啊 那我为什么撞得下 你钱神修的财富是 对神得的果报 比你聪明能干的人多啊 比你机会好的人多 人家为什么不发财啊 钱神没修啊 一盈一诸莫非前定啊 一丝毫都不能勉强啊 佛把这些道理 事实真相 讲得太清楚了 太明白了 我们细心去想想 佛的话很有道理 我们可以采信了 这个可以采信 里面还有一点疑惑 这是叫出学了 真正明白了 决定相信 一丝毫都不怀疑 没有疑惑了 转能王啊 转能王啊 不在我们世界 转能王在哪里呢 可能 我们这个太极空当中 有其他的星球啊 寿命很长 佛宝很大 转能王 转能王 住在那个地方 但是转能王呢 也常常去巡视巡视 他管辖的地区 所以我那个时候常想啊 常常有什么外太空 不明的飞行物体啊 什么飞碟啊 大概就是转能王来视察 要是不是转能王自己来视察 一定他派的 派的代表 大家视察来看看 因为转能王 为什么称转能王呢 他那个交通工具啊 像一个轮 圆形 速度非常快 佛在经上讲 这个一天一夜 他能够巡视 这个四大物周 这四大物周 要是到黄老巡视的话 就是一个银河系 他能在二十四小时 能够把银河系 环绕一周 多看清楚 这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飞碟 那是圆圆的 那就是轮王的交通工具 他的交通工具 这个很可能的 转能圣王 不是他来的 就派使节看看 你看看 所有的星球都是他管辖的 都在他的范围之内 给文宝 这比喻 他有七宝的监牢 语 什么人犯罪呢 王子犯罪 这个念佛的人呢 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阿弥陀佛的弟子犯了故事了 要把它关在监牢里面 是比喻 不是真的 尽比其中 那么这个 这个宝月里面呢 一切的享受 更在皇宫里头 没有两样 比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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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边地遗尘里面的享受 就像涛离天空 像这个夜魔天空的享受 一样 这是用这个比喻 隐世情绪都一样 而一金属 这个黄金可见的 不是平常的手疗绝靠 黄金做的手疗绝靠 把你 关起来 你舒不舒服呢 你自不自在呢 用这个比喻 跟这个弥勒佛的说 此事不也不也是分 比幼稚时心不自在啊 弥勒佛的就说了 他说他一定不会快乐 为什么呢 他被忧尽的时候 何况 这个 手足还带了行去 他怎么会自在 他怎么会快乐 做老吗 但以种种方便 欲求处理啊 观在 监狱里面 这些小王 一定也是 念念当中 想什么方法 赶快出狱 一定是这个念头啊 怎么会在监狱里头 想福呢 不可能的事情 求主进尘 终不从心 求这些大臣 帮帮忙 这个大臣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为了帮助你啊 冷王欢喜 放得邪童 啊 转转圣王 搞了心了 好 把它放出来吧 这才行啊 冷王要不答应 底下的小大臣 做不了主 做不了主 那么这个地方 把这个冷王比作谁呢 冷王比作你的清净心 你的心里面真地觉悟了 回头了 一祸断除了断净了 你就见佛过法了 佛高米勒 辞助众尊也佛读实啊 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堕落在遗尘里面 这些人 这些人 就像前面比喻所说的一样 若有 若有 多余移晦 祈求佛志 至广大志 于自善根 不能自信 又问佛明 其幸幸福 最深彼国 于莲花中不得出现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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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囚禁在被囚禁在保育之中一样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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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于疑惑 他这个心里头 有悔 悔 悔是后悔 悔也是烦恼啊 所以 有一些同修造作罪业 真正想求忏悔 他要问我 法师 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忏悔我的罪故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常常有后悔之心 那你造 他说 为什么 你没后悔一次 又造一次 你这个罪业 哪一天能忏悔得了 你们想想对不对 心里就想一次 又造一次 我做了坏事 对佛护照的人说一遍 又造一次 明天再护照一次 又造一次 这糟糕不糟糕 这哪里叫忏悔啊 佛菩萨 没有办法原谅你这样 你不断的造啊 这哪叫忏悔啊 根本不懂得忏悔的意义 忏悔是后不再造啊 你身世没有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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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还是造 那怎么行 应该怎样忏悔法呢 老实念佛嘛 心里都通通通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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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罪业都没有 消得干干净净啊 我讲他半信半疑 那有什么法子 那就没有办法了吧 那没有法子 大家头脑一清一定要想清楚啊 心里都尊不福 一片佛好 功夫成片 罪业消得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他人家念佛往生那么殊胜 道理在此地 一造成罪业的时候 每一天像佛菩萨求参为我做了什么坏事坏事 你又造一遍 明天再忏悔 我又造一遍 你这个罪业永远造不完呢 越造越深了 阿弥陀佛的印象 你看越落越深 那个罪业哪一天能消掉 很愿意求参悔 不懂参悔法 把天天在造业当作参悔 你说冤枉不冤枉啊 冤枉不冤枉啊 这是要想的 这个忏悔 第一遍殊胜就是念佛 很少人知道啊 我过去读这个经呢 《观无量寿经》 《慈云灌顶法寺》的著节 他在肚子里就写得很好 他说过这个事 世间人造极重的罪业 所有一切金灌法 都消灭不掉的这个罪业 念佛能消 能够把它笑得干干净净 有大理 非常有大理 这是我们要明了的 那么他的好处 就是还有问佛名起信心 听到净土法门的书生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他还真念 还求愿往生 他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余莲花中不得出现 这就是夺在边地移成 就用这个来比喻他 逼出花台 他在这个莲花里面 犹如云云宫殿之像 好像他在这个花园 在宫殿当中 恢悟 一种亲信 无助恢悟 西方世界是净土 莲花里面是净土 决电没有污染 决电没有造罪业 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毛 这个就是五百年当中 这个五百年是我们世间的五百年 为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时 前面讲的很接触 给你讲的多少接触 多少时间 全部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说法 不是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就是没有年月日时 也没有多少接 成佛十接 我们这个地方说的 你就晓得西方人真地清净 他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年月日时 是从分别执着里面 简离的 离开一些分别执着 哪有年月日时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 那么不见三宝 不见阿弥陀佛 不见海慧大众 海慧大众是三宝 不能够听佛说法 西方极乐世界 殊胜的活动 他没办法参加 没法参与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苦处 不得供养奉丝祝佛 西方世界 每一个人 都是随念 随着自己意念 能够到达 社方 祝佛插头 供佛文法 也帮助佛教化有缘的 不存 这是我们在 《无量寿经》 在《阿弥陀经》里面 都看到的 佛都跟我们讲过 这些事情 原理一切殊胜善根 这个就是殊胜善根 就是指爹 见佛文法 供佛文法 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善根 他这个时候等不到 以此为苦 勿生兴落 这就是比喻 太僧 比喻的贬低 是这么个意思 若此动身 指这些人 誓起罪本 身子悔子 秋莉彼处 往昔世中 故事静矣 然后乃处 这就好比 龙王欢喜了 放出来了 比这个意思 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讲的 忏悔 知道自己的故事 毛病 这一段 是什么地方 这个罪本 是什么呢 就是怀疑 一个对佛智怀疑 一个是对自己的善根怀疑 身子悔子 这个身子悔子 这个身子悔子就是 这个时候 才一心一意念佛 以清净心念佛 真诚心念佛 清净真诚的一丝毫怀疑 都没有 这个时候 他就见佛文法 久凭大众的活动 他都有份 他都得到 既得王仪无量受挫 只要他一踪 他的过失就没有了 他就见到佛了 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阿弥陀佛 经文经法 久久一当开戒欢喜 还得要听一段时期 因为什么呢 他是刚刚觉悟过来 这个领悟的能力 还不高 还是有一点障碍 那么他必须要 要过一段时期 逐渐逐渐的 恢复到自己 能力了 得到佛力的加持 当然这是很快的 不需要很长久的时间 他就能够欢喜 能够开解 佛说法 懂得佛的意思 也得便供无数无量诸佛 修读功德 就跟那个九平往生的人一样 可以飞行变化 分身到摄放佛差 供养祝福 听闻佛法 修语功德 这些 全是四十真相啊 佛不会欺骗我们 我们要相信佛 句句话 都是真实 这些 鼠身的 出所 我们 怎能不去 除非是你 不知道 你要真正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 什么力量都拦住不了 决定要去啊 所以 对西方世界了解 清楚 对我们这个世界 也清楚 也明白 这个世界 假的 人于人之中 那个爱情 再生 记住 虚情假意 哪有真点 你要当真 你就可怜了 你要吃尽苦头了 所以笑的 假的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他用的是假心 用的是心意识 心意识是妄性的 他不是用的四肢 四肢是真心的 所以世间人都是假心 他用假心 我也用假心 一次做清楚 都明白 这个日子就好过了 不要以为他是真对我是真的 苦死了 那个叫迷惑颠倒 你果然就无了 我用假心 他用假心 这就明白了吗 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心了 佛菩萨都是真心 我们用的是真心 真心 永远不变 假心 早晚 温度都不一样 都有差别 都有差别 这个要晓得 这个日子 所以自己不可以蒙蔽自己 不可以欺骗自己 这个非常重要 如阿异多 阿异多 阿异多是弥勒菩萨的名字 慈世是他的信 那么有些经上说呢 阿异多是他的信 慈世是他的名字 到底是哪一个 但是都有根据 都有根据 这个就是弥勒菩萨 叫做弥勒菩萨 当之疑惑 于诸菩萨为大损害 未设大力 事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第一句话 很重要 我们要牢牢的记住 疑惑 为什么会造成大的损害 顺着最大的利益 就是不想往生进度 但有疑惑 不想往生进度 这就会有疑惑 如果没有疑惑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没有一个菩萨不想求生进度 为什么呢 因为深进度见到阿弥陀佛 你自己修行跟度化众生 得到圆满的正常圆 我想修行阿弥陀佛帮助 这个太容易了 菩萨道上一帆风生 所有一切障碍都没有了 教化众生 你的智慧神通善巧方便 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 就跟诸佛大菩萨教化众生 没两样 哪一个菩萨不愿意生进度 哪一个菩萨不愿意见阿弥陀佛呢 只有啊 对西方世界 对无量受精怀疑的人 所以他的损害太大太大 失掉了很大的利益 佛在此地劝勉我们 应当明信 可见的不是迷信 佛不叫我们迷信 为什么相信呢 统统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我们相信了 相信祝佛不无上的智慧 当然你就相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 本愿为神的加持 相信佛的智慧 相信佛的愿的加持 佛的本愿加持 现在就加持了 没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这个信心一生 就得到佛的佛的加持 就得到不可思议的 为神 为神 此时悲 这些 弥勒菩萨就说 愿何慈皆一类众生 虽以修善而不求生 弥勒菩萨 当然是带我们问的 他哪有不知道的 我们不想带 这个世界 有不少修善 这个修善是指教佛 修善 修善其他的法文 修善其他的宗派 不求生进度 是说这一类的人 佛高此时 此等众生 智慧威浅 分别西方不积天界 一世飞乐不求生病 佛把原因说出来 这一些 修善人 什么原因 智慧威勤 没智慧 一套经常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病 他的善根少 福德少 虽然有缘 遇到了 因为没有善根 没有福德 这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他在大妄想 他在分别执着 西方极乐世界 比不上天界 这个天界是指哪个天界 你们诸位同修一定很清楚 就是弥勒菩萨的天界啊 都是 斗帅天啊 所以有不少人 要求生弥勒进度 你看多少参禅的 你看多少参禅的 他们的目标 都是在 多少些 一世飞一乐 这个乐就是 不喜欢 不喜欢 激化极乐世界 不喜欢 往生 净土 或求生病 他没有求生 激化极乐世界的心 此时悲 此等众生 虚妄分别 不求佛刹 和免轮回 弥勒菩萨讲的是实话 为什么呢 说实实实在在的 要想往生 弥勒菩萨的斗帅内悦呢 不容易 太难了啊 到不了内悦 还要搞六大轮回 那这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 那这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 深斗帅内悦 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难得太多太多 弥勒菩萨 那个地方呢 水准很高啊 到不到那个水准进不去啊 不像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水准最低了 每个人都有份啊 他那个地方水准很高啊 要修 唯心是定 啊 你没有这个功夫 你怎么能到得了 都彻底 说老实话 我们一般人 世界人修福 能生逃离天的人就不动 逃离天 圣品的 十善业道 啊 那个十善业道 至少要达九十五分以上啊 省逃离天啊 你就想的 多难 啊 那个夜摩天 这个斗帅天 要修定 没有定功 到不了那个级 内面 功夫更高 啊 外面是凡复天啊 那个定功 比内院差很多很多 内院是很高的成定功夫 所以米勒菩萨这几句话说的非常 好 也是一棒 把我们打醒 虚妄分别 不求佛刹 这个佛刹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和面轮回 你怎么能够面处六道轮回 佛言 彼等所中善根 不能理想啊 不求佛会 身着世乐 人间佛报 罪福修福 求仁天国 得报之时一切丰足 而未能处三界与众 这一段话说的很清楚 很现实 我们现在学佛的人 有不少人就是这样学佛的 他学佛修什么 人天佛报 他所中的善根 不能理想 深深的执着 天天在计算 我做了多少功德 做了多少好思 好像还有个本子记住一样 深怕忘掉 深着世乐 这个世间的享受 深深执着 贪图世间的享受 贪图人间的福报 虽然在佛门里面修福 他所求的 是人天国 他求人 求人间的富贵 当然会得到 得报之时一时封足 这个修音一定得过 得到古报的时候 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你修得多 你得得多 前面说过了 你财不是多 你这生的财富就多 所以说 富可帝国 那他的富有 可以抵得一个国家 这个确确实实的 现在这个世间大富贵 私人拥有的财产 每斤打几十亿点一万 前生修得多 这一生得到的多 前生修得法不是多 这一生聪明智慧 超过别人 前生修无微不识 这一生得健康长寿 这古报 但是都是人天 一时一切丰足 这一切都满了你的愿望 修应得过 不是菩萨赐福啊 不是天神赐福啊 各位要想的 是你自己修自己得的 动瓜得瓜 动度得度 佛菩萨怎么保佑 佛菩萨把这个道理 给我们说明 方法给我们说明 这就是佛菩萨保佑我们的 是这么一种事情 千万不要以为 这是佛菩萨赐给的 我天天供养佛菩萨 天天拜他 天天香花水果供养他 误会了 误会了 以为我血衣得万宝啊 我今天供养菩萨一万块钱 明天就得一百万回来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你那个才子呢 是你过去真正修的 不是 不是菩萨赐福给你 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佛门里面 没有迷信 没有迷信 虽然一切丰足 你要记住 你没有超越三界 你没有脱离轮回 你的佛报想尽了 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几家人 得大佛报的时候 还肯继续修福 真正有大佛报的人 凡而修福修得少 他有一百万的财产 拿一万块钱来修福 都痛心了 都像割肉一样那么痛啊 不肯修福了 迷了 纵然有修福 说老实话 因为他没有智慧 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福德 错中了福田 没有正道中到真正的福田 被人骗去了 以为在修福了 被人骗了 假的福田 你看《楠阴经》上不是讲吗 末发时期 邪思朔发如横火沙 假福田像横火沙那么多 真的福田很少 你怎么会认识啊 你种福种福 统统种到石头上去 种到沙头上去 连老本都失掉了 什么了 不但没有福啊 还惹了一身的麻烦 这个要知道 很不容易啊 遇到真正的福田 反而呢 贫穷人容易遇到 贫穷人中的福啊 比那个大福德的人中的福多 佛门里面中的福 不是算钱财多少 是用比例来算 你一个月只有一千块钱的收入 你能够拿五百块钱来做好私 你拿出你百分之五十 这个比例多大了 太大了 你一个月收入十万块钱 你拿出一万块钱的时候 是百分之一啊 人家百分之五十啊 将来的果报 他这个果报超过你 超过太多太多了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想的 哎呀 老天爷原来很公平 富人来生就贫了 穷人来生就负了 不是富的永远富啊 贫的永远贫的 很公平啊 尤其是那个要饭的很贫穷的 他要来一块钱 几毛钱 他全部都来供佛了 不分之多的供养 他来生得的货报是圆满的 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的 为什么 他全部的财产都不是出来的 哪一个人能比得上的 佛在今山下的 不会有差错的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天 半天 二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